HELLO 大家好 歡迎到 YA Diary 在前一段時間啊 不管是在Youtube 還是說在購物平台上 都很常推薦這個東西給我 這種DIY小品項 流體熊 那這種流體熊啊 它原本我看到的尺寸啊 都是這種230公分中比較大隻的 結果呢 我突然又看到說 欸 怎麼有這種小小可愛的 所以我覺得說 他們如果拿來當成吊飾啊 應該 於是乎 我們家就來了總共8G的小外衣 那我們就快來看一下 經過YA的配色 他們會穿上什麼樣子可愛的小外衣吧 為了這8隻熊呢 我一共買的是2罐的顏料 分別是 白色 皮膚色 櫻花粉 玉米黃 森林綠 Tiffany藍 天藍色 丁箱紫 玫瑰紫還有 玫紅色 以及 金色 銀色 我選的啊 都是這一種粉嫩的顏色 希望可以降低太飄通的顏色會造成的 配色失敗悲劇 我們的遊戲小規則就是 各自的第一隻 先按照自己的喜好 選擇3個顏色來做搭配 第二回合之後呢 就是抽籤來隨機配色 增加趣味性 你想選什麼顏色? 我其實非常飛快就可以選擇 好 個人喜歡就是 紫色 黃色 然後再加入一個調和的白色 好 那我的是 紫色 粉色 金色 那你選這3個顏色的搭配色 我想說看會不會有一種 高貴高貴的樣子 因為加點金色 我覺得這個 紫色跟粉紅色有一點像 所以我想說那就弄個金色來看就好 我買金色的目的 就是想讓他們看起來有高級感 好 用這個盒子啊 搭建兩邊的橋樑 我們把小熊用一個 嗯 酷型嗎?這種方式 吊掛在中間 那記得下面要鋪一些紙張啊 一些容器 才不會讓顏料到處的灑出來喔 好 我們每一隻都是先把顏色 倒進杯子裡面 依照自己想要的比例來調配 之後就可以幫他淋浴啦 那當然啦 你也可以選擇用浸泡的方式 染出來的樣式也可能很不一樣喔 好 那我們第三第四隻來吧 就用剩下的6顏色來抽3罐好了 好 這邊抽到的是 Tiffany色 綠色跟皮膚色 這個很綠耶 好綠喔 它注定是一個清涼牙膏的配色 對 不合口味 好 那再來就剩下這三罐囉 這樣就一起用吧 就是我們的 美紅色 天藍色 還有銀色 就弄起來有點像是 鋼鐵 鋼鐵熊 鋼鐵熊的感覺 好 可以可以 那我們第一批晾乾 我們繼續準備第二批 那第二批的配色啊 就不可以和前面一樣 我們來看一下還可以擦出什麼樣的火花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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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配起來的感覺都不差耶 集體擺在一起還蠻可愛的啊 我就覺得它比預想中還要優秀啦 因為我本來想說可能會一團糟 但還可以喔 摸起來手感也不錯 不過呢我不曉得它到底有沒有防水 我也不敢試 所以如果要掛在包包上面的話 要稍微注意一下 有沒有淋到雨或是噴到水的情況 好那整體來說呢 就是一個可愛又療癒的DIY項目 老哈一句啦 就是送禮自用無量相宜 我覺得它還很適合給小朋友們 無聊的時候用 動手也可以訓練一下他們對於美感配色的部分 對 或是說他們的耐心 好啦 以上是我們這一次熊熊沐浴 流體蟲的DIY初體驗 既能有趣的玩配色 又能體驗豪邁的上色方式 我想到裡面有沒有您喜歡的配色呢 也歡迎留言告訴我們喔 如果你有看到其他有趣的流體系列玩法 也歡迎分享給我們 好 那個下次見啦 掰掰 掰掰